纽约美联储在9月26号的内部的 一个专业会议讨论 我们先讲第一个重点 宏观经济的稳定 跟金融市场的稳定 没有等号关系 金融市场很稳定 不代表宏观经济会稳定 所以宏观经济的稳定 跟金融市场的稳定 基本上中间可能没有等号关系 什么叫宏观经济 就是我们讲的商品交换 包括服务交换 我们的失业率 我们就业情况 包括我们的物价水平 这属于宏观实体经济的范畴 可是金融市场 债券 利差 金融属性 贵金属 股票的估值 这是金融市场 所以先强调我们今天讲题目的重点 纽约美联储 为什么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来进行一个发表 主要要凸显的 就是宏观经济的稳定目标 可能跟金融市场的稳定目标 中间没有等号关系 假如追求宏观经济的稳定 充分就业通胀稳定 可能会牺牲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假如要追求金融市场稳定 像2008年的次大海啸爆发 整个市场失灵可能会牺牲宏观经济的稳定 纽约美联储就丢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而这个报告也恰恰跟这一次诺贝尔物理学想的 量子纠缠 有高度雷同的地方 自然科学有很多的定律 可是在社会科学 因为它是个动态过程 所以大多是假说 而这个假设的学说 常常透过过去历史 线性跟非线性的事件 来进行一个研究跟发现 所以我们说自然科学 可能很多就发现 更多叫发明 可是社会科学大概没有发明 都是发现 好 我们先看到 这一次的纽约美联储 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论文 好 他提出了一个R星星 R星星代表的是金融稳定的实质利率 它的定义表现是 这个利率一旦被突破或跌破 会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 当这个利率突破或跌破 或使得金融市场可能会暴涨 可能会暴跌 我们简单来讲 这叫做金融稳定利率 我们就要带出第一个名词 叫做自然利率 讲到自然利率 这是个非常棒的金融产品 在上世纪9年代 股市房市不断的走高 经济的成长 低失业 稳定的物价 形成的叫金法姑娘经济 形容美国经济不会过热 也不会过冷 刚刚好的经济环境 也没有通货膨胀 也没有大量的失业 这叫做金法姑娘经济 就是经济最美好的时刻 在上年代 90年代曾经发生过 到了2005年 现在的财政部长叶伦 当时是2005年 在旧金山FED担任行长 他就提到 只有在经济情况恰到好处的时候 货币政策才应保持中性 他指的就是金法姑娘的经济 所以这个经济是最美好的 这种好东西怎么做的 官方就要提到了 自然利率跟中性利率 自然利率就指的在利率水平之下 会达成充分就业跟稳定通胀 也就是供给跟需求达成平衡 不会因为货币发行量太多 或货币发行量太少 导致物价的波动 这叫中性利率 也叫做自然利率 所以纽约美联储提出了一个方向 原来这个市场除了中性利率 或自然利率之外 还有一个新的利率存在 所以过去我们讲R R我们常当作 美联储的fifun rate的利率 R star 就当作自然利率或中性利率 现在发现原来这个社会当中 不仅有R跟R star 还有一个R double star 就是这篇论文很重要报告 所以他提到了 叫做金融稳定实质利率 一个叫做自然利率 或叫做中性利率 所以中性利率底下 就有中性的货币政策 就延续 原来是货币政策 跟中性利率之间的关系角力 就是彼此之间要尽量拟合 避免市场上出现无谓的失业 跟过高的通胀 或可悲的通缩 可是我们常提到 宏观经济稳定 不代表金融市场稳定 这不是个等号 生息之后 经济现在降温降很慢 可是股市再次已经跌到 歪掉了 金融市场的稳不稳定 好像跟宏观经济的指标脱钩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金融报分享 CPI 美国劳动的职缺数 PMI 这种感觉 可以看到经济的现况 勉强预测能力有一点点 可是跟美联储政策 跟美联储想要的地方 有点脱钩 因为毕竟收看节目的人 主要是关心金融市场 利率 汇率 股债房市 价格的波动 所以这篇报告很重要 它挖出了一个新东西 原来官方利率的升息或降息 主要是依托在中性利率身上 可是为什么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原来还有一个我们简单讲 叫做金融中性利率 而这两个数字因为不等 所以变成宏观经济的稳定 跟金融市场的稳定 不是一个等号 这就是一个新的发现 这个R double star它更重要 因为发现它会赢过自然利率的观测 它会更准 这像是上帝对于世界所有人 财富分配的一个权利 这个R double star 我们要观察 因为实质利率走低 或官方利率或中性利率走低 会使得银行杠杆率升高 而杠杆率越高反而会使得R double star 金融中性利率也变得更低 这要怎么解释 让大家了解到 平常杠杆率很低 这个人没有任何生活的坏习惯 而且都保持健康运动 所以杠杆率很低 这生活很无趣 生活有趣就加杠杆 你就杠杆两个女朋友三个老婆 你就发现生活好有趣 有趣有成本的 那人家生活很无趣 你就阿弥陀佛 或是读好圣经 追随阿拉都可以 所以杠杆率越高 他的生活越有趣 我们就当做经济的身体 因为经济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 越花天酒地 他对于病毒的抵抗力 理论上比较低 所以他对于病毒的抵抗力 也就是金融市场的中性利率 他会要要求更低 随便两个病毒 他就生病了 假如这个人不花天酒地 没有杠杆率 所以他能忍受病毒 三个病毒他都不会生病 四个病毒可能为样 五个病毒才会开始感冒 所以他跟实质利率 他的关系会如此 而且他变化会更大 那经济当中 实质利率的R 跟R double star 假如出现不稳定 在这篇报告当中 为了针对现在 到底美联储要加息到什么地步 进行研究 假如官方利率 就是用fifon rate来做替代 它高于金融稳定利率的话 将会使得金融市场非常不稳定 所以再次讲一下 第一个是R 宏观经济的中性利率 R star 这两个是大还是小 还是等于正在做取搜 因为现在景气过热 物价那么高 市益率那么低 所以基本上希望把这个数字 拉成大于中性利率 或贴近中性利率 可是股市为什么正当那么大 因为股市在后面R double star R double star 基本上它对于自然利率 它是更为敏感 我们一般来讲是观察到这边 它会大于它 金融中性利率会大过宏观中性利率 所以你可能对它的影响会更大 好我们看其他的举例 然后他举例就出来了 感谢观看